匀 匀的话上面这个短横 拜托写短一点 同学们就是长短都分不清楚 直竖 这不是撇是直竖 然后横勾伸的很长勾进来 那这样子勾进来以后 左边跟右边来讲 左边会比较短右边比较长 左边这里短这里比较长 请你要记住不是左右一样的 那有人说那为什么 那是因为这样子字才会平衡 因为我们右撇子写字有点斜写 所以后面都会伸长一点 把字给压下来 我们右撇子写字的时候写写的 这个要分长短 然后注意中间的密度 粗道细粗道细 靠近一点点记得不要太小 把它压下来 可以看到中间的细缝是差不多的 从侧面 再来一次 在侧面的时候要仔细看那个笔法 因为侧面看那个运笔比较清楚 这是一个短横 所有动作都有所谓起收笔 不要以为他没有做 只是有些做得夸张一点 有些 做得一点点 那因为是笔画粗细大小长短的关系 笔画小 做一点点 笔画小做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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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画比较粗就按下去做 做明显一点 所以事实上是笔画是 都有做 只是 他要做得比较明显 或是做得比较 不明显而已 最后这个点 点要记得 点要有点长度拉动再收 好 云 提立了 请订阅